据环球网5月25日报道 澳大利亚政府当天决定 在三天后关闭其驻阿富汗首都 喀布尔的大使馆 此前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曾宣布配合美军 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 在几个驻军阿富汗的国家中 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关闭大使馆的 而且实际上 澳军的撤军进度 在多国联军中也是最快的 目前 澳军只剩下80人 仍留在阿富汗 他们计划要等9月份与美军 之后几批部队一起撤出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 这不会改变澳方对阿方 曾做出的外交承诺和政策支持 并期待在未来重新安排建立使馆 在大使馆关闭后 澳大利亚的外交人员 仍将对阿富汗进行例行访问 此前曾有澳大利亚媒体爆料出 澳军在阿富汗犯下了累累暴行 至少有25名澳现役 或前国防军人员涉嫌在阿富汗犯罪 其罪行包括但不限于参与杀害囚犯和平民 澳美的报告中描述了一些残忍的场景 下级士兵被上级指示冷血的处决阿富汗囚犯 目的是为了练手 之后在阿富汗人的遗体旁放置武器 无线电或其他设备 以证明杀人的正当性 此外他们还残忍地将两个14岁男孩割喉 将遗体装入袋子后申请合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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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